麦琼芳是广西百色市人民医院退休职工 40年来 他靠着一根扁单抽集来的米、油、衣服等物资 先后抚养帮助86名孤平孩子 其中有20名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 被称为扁单姐 2008年 麦琼芳开始为农村中的妇女 寻找制作手工一品增收的机会 消失约50年的又将壮族摸咩 进入麦琼芳的事业 我儿子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 查业了最早最早的限制 然后查到了这一块 原来就在我们摆设的寺庙里面 以前银帮之路嘛 都是送给那些客人们 那过去我们这个摸咩呢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球是创伤药 后面这个背部这个绳子是感冒药的 然后我们现在才改良的 全部统一一个药品的 以前没有大陆 那都会有三马黄啊 有蛇啊 有什么咬的 或者感冒啊 这样子 那客人们呢 就会把这个拆来 就可以用了 当着药包一样的来用 壮族传说中 太阳靠龙珠的火才能光照大地 有一天龙珠突然失落到 摆设又将枝细成碧河畔 龙在壮族青年薄黄的帮助下 才找回龙珠 使太阳重现光芒 我们壮族人为了纪念这个壮族的勇士 然后才做了这个像人形一样 抱着一个太阳的形状的香囊 也是吉祥物 它是等于说 大人小孩远出了远门 出远门了 那老文家阿婆们呢 就会做这么一个摸眉一个香囊 就给孩子们带出远门 就是个祈求吉祥平安的一个含义 经过当地壮族人的世代传承和演变 摸咪渐渐加入艾草、昌浦等种草药 使摸咪具有驱蚊虫、驱邪去病作用 2019年7月 麦琼芳成立摆设式扁单解工艺品有限公司 创办摆设飞仪体验馆 并对壮族传统手工艺品摸咪香囊 进行挖掘宣传和利用 由单一的摸咪香囊发展为 摸咪手机挂链、耳环、壮井书检等系列 壮族特色产品 并通过大学讲学等方式 将摸咪产品销售至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国家 2012年 又将壮族摸咪制作技艺 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麦琼芳的公司成立至今 先后培养带动民众居家灵活就业 脱贫户等群体通过学习掌握公益 增加了生活收入 总共有三个孵化基地 带动400万就业 都没有钱 只像他们都借了身子才做的 他们大概一个月也是在1800到2200左右